我的手很冷 握我的 你那一刻會不會生氣? 不生氣 但真的很冷 下次你的手很冷的時候 你就一下子握在袋子裡 沒有用的 對不起 身為一個男生 我告訴你 我感覺到如果你想冰山 你整身包著 只握袋子出來 都不會受到 熟龍鑽 是不是去奶 T動 可能他會害羞 你跟他說不用害羞 然後把他五花大綁 綁得像蟹一樣 第一集睡著來聽 現在就開始做第一集 我上次在IG問了大家 到底有沒有什麼 是你女朋友生氣你的奇怪理由 又或者你有沒有什麼 生氣你男朋友的理由 今集就請了別人的女朋友過來 Kinky 我先問你 有什麼會令你生氣你男朋友 很多東西 好啊好啊 說一說 數不完 你覺得最嚴重的 死定了 對不起 分幾層 少生氣 即是可能出街黑一點面 也不會 你生氣你會怎樣 生氣 我生氣 我生氣 我生氣會直接說 會發爛窄 嚴重程度是 會直接 嚴重程度 好 我覺得我也挺壞 是 好啊好啊 我會說 如果很生氣的話 我會說 我要 拜拜 和你拜拜 那些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很不成熟的 我小生氣而已 小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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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刻意弄它 可能是 可能是 給你看很好吃的東西 但是不給你吃 我吃 好的好的 那有些什麼情況是小生氣 小生氣 例如 吃飯的時候 忘記拿我的筷子 最近氣管不是那麼好的 OK 還有沒有 慘了慘了 我快點 小生氣 沒有了 即是 它沒有拿你的筷子 這個就是 其實它很好的 嗯 但是我都有 經常發脾氣 我想一下 但是那些就不關事 即是不關他事 是啊 可能不小心摘到我的頭髮 或者怎樣 都是很小事的 可能講一講 哦 是啊 那些 他都不想的 即是為了男生說回 是啊 你的頭髮不算很長 不算很長 很短的了 這樣又不適合 這麼短也會說 是啊 大生氣 大生氣 哇 大生氣 我會怎樣 不是不是 有些什麼大生氣 有些什麼大生氣 有什麼都生氣 可能其實那個源頭 不是在他身上 是在我身上 因為我離M 然後呢 很小事就大生氣 哦 因為正常的那個 情緒的狀態下 不拿我筷子就少生氣 然後呢 離M 不拿筷子就 好生氣 哇 是啊 這個是其實 那個生氣不生氣的原因呢 可能呢 不在於你犯的錯誤有多深 而是在於你女朋友的狀態是怎樣 OK 學到東西了 明白了 我想問 我問這個問題 好像說似 應該個個都不同 大概這個 因為生理期而 容易不開心的 日數大概有多少 我覺得這個是可控可計算的 是 離M的前十幾天 和離M的後十幾天 我說笑的 但具體我也不知道 各位友善的觀眾 可以計算下 給一個可參考的數值 在下面告訴我們 OK 我就是聽人說 因為離M 才是一個谷M的狀態 喂 我現在是 嘩 對不起 對不起 這個狀態 聽說是 比離M當期更嚴重 是不是 我覺得是 因為離M當期的時候 可能因為M痛 沒有力氣 然後很虛弱 很生氣 但是我 只可以這樣 沒辦法生氣 嘩 你要不要吃一下猴糖 之類的 嘩 喝水 冷靜一下 你覺得這次過了 開始這個話題 你覺得比較像是一個 談到變成一個自我的審查 就是說 她不是 也不是她 是啊 我也覺得 其實有時候 其實有時候 生氣完之後 反省也不是她的問題 很多時候我都 但是你們會談這件事 是啊 我會道歉 唉 這樣就很好了 這樣就很好了 我們看一下 我的IG的觀眾 給了我的一些有趣題目 但是有一些呢 其實比較 make sense 我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是有跟他們說 我說如果你想我不說 你的account名字 你就告訴我 那導致都有一堆 就是不能說的名字 那這堆說的名字 先說吧 HEYQBAR 就是HEYQBAR 一起了很多很多年 都不記得 我對那些什麼敏感 最後分了手 嗯 我覺得 很不上心 抵分 嘩 嘩 等等 我自己覺得 都有好關係 那件事到底敏感之後 會導致到什麼 噢 即是如果導致到 你怎麼看 你可以反駁我 不要緊 你可以一巴掌聲 你很吵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 那個叫做態度的問題 嗯 沒錯 如果你是小學一年級前置那個題的話呢 你填錯一次呢 那就是正常啦 認知範圍 兩次都是 不還需努力 那三次都可以再加少少努力 但是四次五次六次 那你還不罰抄 嗯 嗯 好明白 你是不是教小朋友的 嗯 都可以 有時候教一教 聽明白 如果你小朋友放學的時候 看到我的話 嗯 嗯 什麼 我講一下就是教話 哦 那是啦 那是教小朋友 我自己以前都教小朋友的 嗯 我以前是教結他 我覺得 因為我是 以前我拍拖的時間 我曾經真的試過忘記了 哦 忘記了多少次 一兩次 哦 那也很正常的 可以再修改 可以再修改 這個很嚴重 就是他有機會變成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嗯 都是的 因為太多次了 如果之後結婚那怎麼辦呢 一輩子都不記得 然後 啊 我老公啊 完全不記得我對芝麻敏感的 這樣 都是都是 嗯 那就不是太好 我關於這個食物敏感 上次我和Yoro吃壽司狼的時候 他給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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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家人 最主要是他老婆 和他老公 嗯 就 吵架就是 在說 茄子是辣的 他老婆覺得 我也有看這個啊 我覺得那個很笨 我覺得很好笑 但是 總之整件事就是 他 老婆和他的老母 嗯 總之他的家人 其實就對茄子敏感 嗯 一吃下去就會覺得有辣的感覺 是辣的 就是你生活了那麼久 難道還可以覺得 就是 除非你鑊鑊 都是全家一起吃飯 那你媽媽就跟你說 茄子是辣的 是啊 跟著全家人就覺得一定是辣的 跟著沒有再出去和朋友同學吃過飯 吃幾乎 不過我在後面看到comment 是 有個人說 他說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 很喜歡飲蜂蜜糖水 跟著他說 因為我每次喝都覺得有點辣辣的feel 很刺激 跟著呢 他長大後才發覺他對蜂蜜是過敏的 是敏感的 哇 瘋了 但是如果他過敏得來 只是那樣東西會變辣呢 我覺得又OK 但他們不會自己覺得奇怪 就是為什麼去串銷店 你不會有人 就是他當辣椒嘛 當茄子是 那不會有人燒辣椒的嘛 好像有的 青椒 但是青椒本身不是不辣的嗎 嗯 我也不知道 少少辣吧 威樂網 他就說 麥樂雞要解剖醬 但是不要甜酸醬 他女朋友生氣了 噢 為什麼 我覺得是值得生氣的 蛤 因為你有沒有吃過 吃過 也好吃 蛤 我是覺得麥樂雞這件事 他點甜酸醬 如果六塊都點甜酸醬 其實我覺得是沒問題 但六塊都點甜酸醬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那種味道不好吃 噢 個人喜好 那純粹是你不幸 下次就 噢 下次拍拖之前 要先帶他去吃麥樂雞 對 專門為威樂網 好 接著就是NC 他是我的結他學生以前 嗯 現在大過女了 為什麼這麼有趣 到底是你生氣 還是你的男朋友生氣呢 這下 我生氣了 我半天 帶他去吃東西之後又沒了事 原來是 hungry 這個聽很多 這個真的聽很多 我那個時候都會這樣 真的會的 嗯 食物的飢餓程度 和尼恩的起伏程度 是有相關連的 如果他很肚 我加上尼恩呢 那就很嚴重了 那其實是不是最好 你這個時間 你是會想怎樣 你會想你男朋友真的會 會照顧你啊 還是其實你覺得 我都是自己一個靜下好一點 嗯 我覺得兩者都有的 其實可以 男朋友哄一下 也可以自己清淨一下 不過我 prefer 自己清淨一下 因為這樣 吵架一定會傷感情的 嗯 所以原來他哄 因為其實他哄你的時候 也有機會會 演發性 是呀 會爆炸事件 這些我以前都有遇過 所以 但是你 但是最慘的就是 當你覺得 他需要自己靜下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你為什麼不哄我 yeah 是不是女人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我也不知道 不過之前我很壞 我問過我男朋友一個問題 我說 如果我拍拖之前 問你是否好色的話 你會怎樣回答我 然後他說 答你好色又不行 答你不好色 那就更加不行 是啊 不是嗎 真的嗎 你本身 prefer什麼答案 所以我 我也不知道 所以 女癮針 女癮心 女癮心 海底針 所以 無論做什麼 都是有利有弊的 但是NC是女生 她是女生 所以其實是否在形容她自己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對方會是個男生 或者是一個女生 都有可能 不過 OK 不過如果是男生的話 這個男生的飢餓程度 會跟他的心情作為正比 我也很少見 我也很少見 我還未認識有個男生 會是因為肚子餓而發脾氣 是啊 但是 我反而想知道 我以前 遇見過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試過 在袋子那裏 可能會帶一個Energy Bar 哦 這一招其實 好不好用呢 我又 是嗎 因為這個是很物理的 自控的一個方法 但是我又 不知道 因為我那次的結果 都不是很好 對 所以我那次的結果 因為我感覺到 他應該是真的 他現在想去吃東西 啊 沒有我訂了你 塞一些朱古力給我吃 哦 我知道 可能他現在不想吃朱古力 你下次再帶馬蹄沙 再帶 再帶麻薯 再帶薯片 救命啊 跟他拍拖 好像他露營 然後出街 他拿整個背包 對啊 小剛啊 你有沒有看《衝物小精靈》 要這樣才沒事啊 那這個很激 這個張 這個張 Y.I.Dragon 很簡單而已 他講的 屌錯屎眼 啊 死定了 WTF 不是 我的WTF 是真的可以錯的嗎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這個是不容許錯的事情 嗯 不過我有個方法可以幫你 可以建議你多看一些 那個叫做解剖圖 跟著呢 好像 研究一下那個盆骨 好 然後再去做一次 我這樣寫包單 沒有屌錯屎眼的那些人 十個有十個都沒有看過那張圖 我也沒有看過 J.I.Dragon 我不明白 為什麼你可以吊得錯 哈哈 哈哈 蛤 還是這個是純粹玩咬我的 我 沒有什麼可能 有沒有人 聽聽的各位觀眾 有沒有人是曾經真的試過 發生這樣的事 即是無論你是男也好 女也好 我有聽說過這樣的事 不過都是傳說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例如呢 嗯 不知道 都是傳說 總之是 就是聽朋友說 他有個 他有個 阿叔 買了個老婆回來 嘩 什麼國家 什麼地區性 怎麼買八 是那些北上那些地區 跟著我朋友的 阿叔 買了個老婆回來 跟著好像說 就是因為這樣 然後嚇走了個老婆 我都是聽說的 所以我不知道真實性 他買了個老婆回來 嗯 跟著 就是他應該是完全沒有經驗了 如果是這樣 應該是 哦 不建議人口販賣 不是 他買個老婆回來 應該是買一段婚姻 就不是買了個新 應該是買了一段婚姻 就是那些什麼 哦 哦 給錢介紹之類之類的 就說 沒有朋友買 哦 我認識了 我認識了 好瘋喔 人口販賣的話 都不會是人口販賣 嗯 人口販賣它吊錯了 不會嚇得走 哦 是呀 買了婚姻回來 哦 又對 這些我 不過其實關不關我們的性教育 不是太過於全面的問題 全面的問題呢 不知道外國性教育很好的地方 會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呢 啊 我問你 嗯 你中學的時候的性教育是 教到什麼 教到去什麼 什麼地步 我不記得了 我覺得很淺 可能是說精子會受人 那些會令到 那個受人 女生受人那些吧 OK 我中學是 都指 我中學是教到 戴condom 是的 完 就是去到這裡才是完 但是最慘的就是 它都只不過是做給你看 嗯嗯嗯 你是不能現場去 即它不會三十多人 一人拍一個 你過去摸一摸 即它沒有做到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CML 它是不是有跟我說 不要爆 為什麼有印象 它叫我不要showman 咦 總之就是CML開頭 它的名字 然後就去旅行酒店 有些凹凸的套 但是平時是不用 那我好奇問一下 想不想試一下那些套 接著我們整整整 五日四天都沒有再搞過了 嗯嗯 消化完不 凹凸套 你明白了什麼 有些凹凸的套 但是平時不用 到底是說平時不用套 還是平時不用凹凸的套 我覺得是不用凹凸的套 OK 不過凹凸到什麼程度呢 我見過有些很正常的小小凹凸 還有見過那些 這樣這樣這樣 好像入住那些 OK 嗯 但是酒店會送套 這個是 那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些不同的地方 會有放些condom 在那裏想你去買 或者試購 會不會是情趣酒店 哦 那這個問題就變成了 就是我最大的問題 到底是哪間酒店 可不可以告訴我 就是我想知一下 你只是想知一下 知一下 只是這些知識 但是它是什麼意思呢 我好奇問一下 想不想試一下這套 嗯嗯嗯 現在我是不知道到底是 是誰生氣了誰呢 還有是男的問 想不想試一下這套 還是女的問 想不想試一下這套 那這個人又不清楚是男還是女的 不要緊要 我們兩個情況都想一想 如果是男的問 想不想試一下這套 那女的會不會生氣 不會啊 應該就不會 當新玩而已 是啊 所以我猜應該是 女的問 想不想試一下這套 啊 那也不會生氣啊 如果我是男的 我會覺得我女朋友 很open 他願意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我會很開心的 這個我反而大概 會覺得為什麼男的有機會生氣 嗯嗯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在說 因為這套有凹凸 就是在說是不是不用套 他沒有feel 是不是覺得沒有什麼feel 一看到這樣的套 就會立刻想說 想用 那男的有可能第一時間想這件事 哦 哦 哦 是不是呢 哦 有可能是哦 之後整天竟然五天四夜都沒有再搞 啊 那啊 那 那哄她 我覺得這件事很難探 你現在試一下 你覺得 你覺得 一個女生真的踩中這樣的地雷 嗯嗯 怎麼哄會好些呢 認真解釋一下 其實我覺得 你已經令我夠興奮的了 夠舒服的了 只不過呢 我這個人呢 可能我是人馬座 我比較喜歡新鮮 追求一些新的事物 例如說 新出了情趣玩具 我都會去買的這個性格 所以我才想試一下這些condom 跟著呢 下一次 呃 行為的時候 努力一點 嗯 等一下 你再加這句 會不會有少了 因為如果我是聽到的話 可能前面你講的那段 我都覺得 啊OK 大家明白 但是你下次努力一點 不是 是我努力一點 哦 就是說 再Google 那些什麼冰火兩重天 不行的 都死的 是這樣的嗎 是啊 因為如果你是說 就算最後 就算是當你說 你自己不夠努力 嗯嗯 那最終反映到的現實是什麼 就是 就是說 我不開心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或者他表現不好 這樣 結果都是這樣 所以 男生是有地雷踩的 哦 這麼難的 真的很難 但這個就是 剛才那些女生 來M女生都不知道 怎麼解決的問題 嗯 這個也是男生 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五天四夜沒有搞到呢 嗯 我覺得是make sense的 男生有心結 哦 但是這些心結 又不是那些分手心結 嗯 但是可能是糾結 我真的完全想不到 可以怎樣去哄男生 你唯有嘗試跟他說 劍招是其次 最重要是把劍鋒來 我 我 你唯有這樣去說 試一下搞一下geat 你試一下搞一下geat 看看有沒有機會捱得過 如果不是真的很糟 我現在在想 如果真的 因為剛才你 你純粹當那個是一個新奇的玩具去玩 嗯 但是如果男生又不敢覺得的話 其實這些真的是 嗯 我覺得是一個溝通的問題 嗯 可以溝通一下 溝通 唉 希望你們不要中這些招 唉 兒仔 那些酒店不要無禮 那家裡放什麼 酒店就是酒店咯 放一些這樣的圖片咯 嗯 接著就是 SSEU LEGI 很大罪 會追EG的新片 但是不follow 那我都覺得是很大罪 這個是一個分手危機 啊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痴痕線 接著這個就簡單 阿南美姐 嗯 我出街被兒子看 其實我已經很大問題的了 阿南美 你出街被兒子看你生氣 還是怎樣 這個是一個女朋友為什麼會生氣的問題 嗯 不是男生會生氣 還是女生會生氣 是啊 你知道阿南美是誰嗎 是啊 我知道 但是是阿南美生氣了呢 還是男朋友生氣了呢 是啊 應該是男朋友生氣了 不知道 因為你沒有由你出街被兒子看你很生氣 嗯 你當是男朋友生氣了 你 這個又想問了 男朋友出街會看女生氣嗎 嗯 到以前會生氣 但是現在我會了解到理所當然 因為男生他都是 在生物的條件上面 男生他的交配成本是比較低些的 所以呢 他有可能需要追求更加多的交配對象 而他這個產生這個生理反應 令他想望一望 但是 只要他本性善良 可以克制到自己不做壞事 這樣我也不會生氣的 OK 你很明白事理 我想問 交配成本是指什麼 哦 對不起 是繁殖成本 說錯了 OK 這個在心理學上是有淵源的 說回人仲是動物的時候 人仲是動物 人仲是動物 作為一個星星的時候 如果我是紅星 我去跟一個女性交配 交配完之後 生嬰兒的繁殖成份 那個程序是女生去做的 她需要懷胎10月 然後還需要保證有充足的糧食 那些 所以女生的繁殖成本是高一點的 而男生比較少一點 相對少一點 就是整件事來看 但是現在應該不會 因為現在是避孕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DNA 哦 一直流 但是不是 老老實實 那些女生出街都會看孩子 啊 那我又少些 不過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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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沒有拍拖的時候 應該都會去看 的 OK 不如你們都說 如果你們的女朋友出街 有去看孩子 你會生不生氣 嗯 我自己是 就是我自己是會討論 因為我喜歡看那些人的 穿搭和造型 本身喜歡看 男和女我也喜歡看 嗯 我覺得這個也好 嗯 那我就不會生氣的 但是你看你怎樣都會 因為你看穿搭 你中間還會適合很多東西 嗯 例如樣子 身材 男和女都是 嗯 嗯 那怎樣都一定會看 嗯 嗯 嗯 那跟著就是 這個 他也是我朋友 但是 他說的那些 令到我覺得 我是不是 他沒有叫不開名 但是 還是不要開名 會好一點 就是這個 嗯 我不知道 如果他之後想開名 你可以把他的名字寫在這裏 是啊 就是 這麼大的一字 小提示就是 一間酒吧的老闆娘來的 那個gay friend就問我 有沒有掛著他 我說一點點 然後我男朋友就生氣了 但是明明那個人是gay 哦 我理解 男生應該都會 是啊 男生應該會生氣的 因為我以前也有個 玩得很close的gay friend 嗯 接著 我之前的男朋友都不開心 因為他會覺得 他是不是假裝gay啊 還是怎樣 是啊 我以前的男朋友會這樣說 因為 不是一起玩開 雖然都有身邊認識的人 這樣交錯的一個 雙識的關係鏈 但是他不是真的認識到這個朋友 這樣他就會懷疑 會不會他是怎樣搏女生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不是那麼好 不過我也理解的 你有沒有見過 那些人真的有沒有 見過有些人假裝gay的 我又沒見過 因為我自己身邊 其實都多gay friend 嗯嗯 我又真的不覺得 有任何一個人假裝gay 我也不覺得會這樣 因為如果目的是追求女生的話 就不應該是這樣 是 他應該都會照一照朵 如果他的目的就是這樣追求女生 就是 但是如果是一個gay佬 他是 我想問 gay佬這個字 有沒有歧視成份 沒有的 嗯 小 我也不知道 OK 我想說的就是 但是如果 他的gay friend 是我完全不認識的話 嗯 我自己怎樣都一定會有些少少 有些少少 響著的 嗯嗯嗯 我也覺得 又或者如果他跟他的gay friend 真的這麼熟 那就約出來 嗯 約出來試試試 是啊 如果他的gay friend 疼我一口 我就相信我OK 一定會 因為我的朋友 這些是我OK的 即是gay friend玩一下 這些我是OK的 嗯 嗯 嗯 對 不爆了 不說是誰 接著就是 I am low low 底橫0330 開玩笑 就說我換了個男朋友 譬如PS 那時候附上一張 我抱著我女生朋友的手臂的照片 那他男朋友就說 不可以開這些玩笑 嗯 我也理解 嗯 嗯 因為可能 男朋友的佔有肉會比較強一點 是嗎 唉 唉 不過如果是 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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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重點其實是他能不能說這些笑的方面 嗯 也對的 如果那個女生是很喜歡說這些笑的人 但是那個男生一聽到就 生氣了 其實這個我覺得久而久之會是一個問題來的 我覺得會是 就是一個女生就很壓抑 嗯嗯 因為那個男生 你隨便一方面要妥協 嗯 如果是倒轉說 一個兩個很登對的人的時候 這個人開玩笑的時候 另一個人會怎樣回應 大概 會令到對方覺得是幾OK的 我覺得應該只是會 我知道了 如果是我的話 如果我是那個男生 我就會回答他 他說 他換了男朋友 怎麼回答我 慘了 我拿機了 我應該只是回答他 應該是這樣的 嗯 但是我明白的 因為 有些人 是真的講不到這些笑 嗯 但是其實他講不講到這些笑 又好看他對面的人是什麼人 就是可能他拍過幾次拖 他跟之前的女朋友是講得這些笑 但是可能他這次拍拖 對面的人不同了 他又會變得 欸 不行 我不知道為什麼對著這個人 就是會開不了這些玩笑 嗯 都有可能 所以我經常覺得拍胎 真的好想法 他 你說的還要是 你妥協不了的話 就 你永遠說話都會有些 嗯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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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女生的 那些女生的 也覺得我很想這樣說 但是又不能說 因為那些男的接受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但是你又喜歡 你是在我每次說 我都覺得很委屈 所以就 拍拖果然是很難 可能都是建議分手 說一聲,不要 卡圖章 看了很久的觀眾 她女朋友生氣的原因是 叫女朋友去她姐姐的婚禮 叫女朋友去她姐姐的婚禮 接著她女朋友就生氣了 她姐姐是女朋友的姐姐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生氣? 可能之間有些 我們唯有猜她發生過什麼事 為什麼要生氣? 正常來講,她姐姐結婚 作為一個妹妹很應該去 是啊 不去一定有些原因 是不是卡圖? 你女朋友的姐姐的老公 是你女朋友的女朋友 喂,對不起 不是這樣,不會是這樣的 我撒頭 我聽明白你剛剛說什麼 我現在才能做到 救命啊? 不會是這樣的 我不明白啊,Kyle 其實你也應該是不明白 所以放上來講 不知道啊 又對 因為她不明白 所以才來問 也對的 神經病啊,但是發生了什麼事 不想給人情? 是不是姐姐結婚妹不想給人情? 嗯 說真的 我會不會去一個婚禮呢 最大的原因只有一個 嗯嗯 不是,兩個 要不就我有事做 嗯嗯 要不就我不想給人情 嗯嗯 寫一個 寫一個支票 寫一張支票先 未來二十年 未來是嗎? 對,未來二十年 我給她一些骨骨券 算了 算了 下一個 我真的解不了 Kyle,對不起 我完全不知道怎樣去分析這件事 JCT抵橫 O點O 直男吧 你根本不知道我想什麼 但是她就 她的男朋友就心想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喏 問一下你有沒有試過 純粹因為老內劇場而生氣你男朋友呢? 啊,我覺得女人應該都常見的 除非比較理性的女人 很難閉 因為我呢 我以前拍拖呢 我就是那個有老內劇場的人 嗯嗯 我是會因為老內劇場而生氣 就是她是真的分分鐘 就是 可以完全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老內劇場很多時候會 搞到誤會了對方的那個 是,她的印象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可能你會老保她 她就是會這樣做 但其實她說我不會這樣做的 是啊 還有有時候更嚴重的 就是 但是 那個腦裏裡面 不是老保她會這樣做 嗯嗯 而是 當這個情況發生的時候 嗯嗯 你竟然不這樣做 哦 哦 是啊 其實有時候在腦裏裡面 有可能會覺得 啊 例如就是 啊這樣 她都應該要哄我 嗯嗯 但是沒有啊 這樣之類的那些 那些老內劇場呢 嗯 以前拍拖是在我身上發生過的 的確 嗯 被人老內劇場又有 我自己老內劇場又有 沒有啊 這些事情真的很麻煩 拍拖真的很麻煩 嗯 拍拖要溝通 除非你的腦電波可以傳送過去 然後就可以 這樣不用溝通了 哈哈 希望人類可以快些去到這個地步 沒錯 是啊 那會不會太透明呢 如果看著我不放盟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樣可以不用罵很多教 嗯 是不是呢 不知道呢 其實不是 是不是呢 因為有時候 人類真的複雜啊 很複雜啊 那你就不會吵架了 但是如果 你是不是一個會期待驚喜的人 啊 你都不會有驚喜 我真的做不到驚喜 我都是啊 我是那些搞不定 真的完全做不成驚喜的人 是啊 但是我發覺女朋友這件事 就是很喜歡驚喜 啊我都是啊 就算是無緣無故回家 看到有隻新的公仔 都會很開心的 是啊 但是呢 我也明白驚喜這些很難做 因為我自己想嘗試去製造驚喜 都製造不到 因為我是一個有什麼就直接說出來的人 OK 啊 就是你的計劃是 由計劃開始就已經敗路了 是啊 你是有多隻驚喜 你是有多隻公仔就已經會開心 是啊 那這個還好 嗯 因為我又不是完全沒試過給驚喜的 嗯 但是都試過給驚喜的時候遭遇一些驚嚇 驚嚇 你塗開這個顏色嘛 所以我買一模一樣的顏色給你 啊 他又多 那他很實際 是啊 我也覺得是 但是你那一刻是不開心的 那一刻是不開心的 那一刻是不開心的 那時候太小了 可能十多歲 然後想嘗試不同的顏色的時候 哦 哦 就未到現在大過 知道自己可能適合一種顏色 然後就一直這樣塗 哦 你看到同色的唇哥 那一刻應該心想 喂 你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連我用什麼顏色都不記得 會不會有這種感覺 那時候有這樣想過 但是 對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會歸類回 我小時候不生性不懂事 這樣去對別人 OK 我上次呢 即是說一點點 我是 情人節 以前送過花 嗯 那接著就 那下 因為他真的喜歡收花 啊 那我下年就 我心想 又買花好像有些 啊 重疊了 是啊 那難道年年就是花花花花花花 再想一份禮物 那接著就 他又很喜歡某一隻公仔 嗯 然後我就去了 一間店 我剛好錄IG見到 咦 有一間店是會把那些 他喜歡的那個公仔 扭成氣球 嗯 那些花都會扭成氣球 嗯 那那些東西還貴 能夠真的去買那些花 首先 然後我就買了 我覺得他會很開心 嗯 嗯 然後我送 他開心了大概 一分多鐘左右 啊 啊 他跟我說 你知道氣球是會借的嗎 啊 但是真花都會借 啊 真花借了可以製作成為乾花 乾花 是 這個是他 他告訴我 嗯 嗯 然後我那一刻 咦 但是氣球可以拍照變成像 是啦 我也是這樣想 嗯 但是種種原因 他覺得看著 那還有一個公仔 他覺得看著那隻公仔 慢慢借 那個心不好收 很可惜 那他這樣說完 老實說其實我都很喜歡的 嗯 因為 我也覺得他性格是會不想 看著 會珍惜那個人 是啊 但是我當下我自己其實是 我自己也少生氣 嗯嗯 因為我覺得 喂不是啊 這個是 很認真準備 是啊 是真的認真準備 雖然不是說什麼DIY 那些 但是 他做這件事 我都覺得是有些突破 對我自己來說 就是這樣 所以總結 拍拖真的很麻煩 嗯 好 這個Future Future Future是不是這樣串 我怕 我怕 沒錯 Future Kate 二斜 零 我男朋友永遠都不會說對不起 嗯 他說因為錯都錯了 再說都沒有意思 省回 蛤 很大男人 我覺得這個不是大男人 我覺得這個是很弱智 這個是弱智 我覺得是弱智 是這樣的 就是 但是有些女人喜歡大男人 是否看到 嗯 我小時候都曾經喜歡過 即是他要不要說對不起 嗯 我 都一定會吵架 最後 最後大過成熟了都知道 大男人可能對於你來說 很有神秘感 或者是怎樣 但是 你大過了之後 就會知道拍拖和結婚不是這樣的事情 不是一個大男人 他的形象在這裡 就可以幫你解決一切的事情 我覺得不是的 所以 所以都是工具男好一點 哈哈 又不是的 我覺得是 需要一個 懂得和別人相處 而且一個 對 懂得交流的男生 而不是這個 連對不起都不肯說的人 嗯 嗯 我覺得拍拖也是需要很多的 嗯 怎麼說呢 因為我覺得很多時候 對不起說不出口 我是理解的 嗯 我是嘗試過 也就是我都比較 多時候是覺得對不起 很難說出口 嗯 因為那時候腎上線數真的很高 但是 通常在冷靜下來之後 其實是會說對不起 嗯 雖然 這個已經不是一個 最好的 處理方法 那最好的處理方法 就是當然 嗯 其實你那一刻都知道自己錯了 那你就會說對不起 嗯 這個是最好的 但是那一刻真的說不出 但是真的會試過 因為情緒 嗯 而令到當下說不出 但是你事後保底 你想那件事有問題 那好心你都說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 因為這件事其實 是會藏在心裡面的 嗯 我真的覺得 是會存起的 是啊 很傷感情 唉 但是有另一種 我又覺得是 撐不住的 就是是不是都說對不起 啊啊 是啊 是 是不是都說對不起 我覺得又是另一種的 另一種的按鈎 嗯 嗯 為什麼我這樣不應該呢 你會開始覺得 他好像機械人 沒有心跟你相處 是啊 是一個無溫度的 只會說對不起的機械人 對不起 是錯 又或者你會開始覺得 他的對不起很不是對不起 嗯 很沒有情感 是啊 這個也是不好的 所以有些朋友 對不起是口頭線來的 是啊 我自己也覺得不好 就是對朋友也是 對情人也是 是啊 我也覺得 你要說對不起的時候 就說對不起我 但是經常說 其實就 將那句話說到 就等於說我愛你一樣 我真的覺得 愛國人是經常說的 嗯 但是 他們經常說到變後 就是有些人就是 說 你愛他就說 就是你和爸爸媽媽也會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有機會真的說到那句話 價值低了 嗯 我感覺上 嗯 但是如果想深一層 如果有一個經常道歉的人 他會不會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受到了 例如說一些威嚴的壓迫 令他無論如何都需要認錯呢 我也不知道 純粹是一個假詞 我覺得有兩種 就是小時候成長的環境 是其中一個 有另一種人是純粹是 不要爭 我錯 不要爭 是 都有可能 即是他喜歡的事情簡化一點 是的 我錯了就可以了 那我就繼續去 都會是這樣 但是 不建議 但是也不建議 好像你的男朋友一樣 錯了 他還要是認錯 我知道了 那個不說對不起的人 跟那個經常說對不起的人 那他們 應該一起 是啊 那沒辦法了 辛苦你了 Future Kate 你唯有不停地說對不起 加油 你說到他 你說到他認為你的對不起 其實沒有什麼價值 可能他自己都會覺得 那就說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還是結束 了 John H Watson 689 厲害 有什麼話神不神奇 我女朋友生氣我 肯讓我知道原因 就已經很神奇 嗯 那這些沒有辦法的 你猜一下 你猜一下我怎麼生氣 有沒有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 我不知道 你自己想想吧 看來就有 我想說 作為一個男朋友 在這些時候 你覺得 假設你這樣跟他的朋友說 嗯 你覺得他怎麼回應你 你想他 真的不停地問 什麼事 說吧 還是 不知道 我走開 大家 你先冷靜一下 嗯 我覺得首先是冷靜一下 因為 其實我說不出的時候 可能是我害羞 然後我冷靜完之後 我會說出來 例如說 我偷看 其實我偷看了 我男朋友的post 的拉數 然後偷看了 誰拉他 發覺有他的ex 然後我就很生氣 但是 他那一刻問你 你為什麼生氣啊 為什麼生氣啊 我又不好意思說 其實我偷偷看了你的line 但是 你讓我冷靜一下 因為我害羞 我覺得很沒面子 這樣做 很壞 好像監視人 但是你最後都是會說 我會說 對 因為我是一個收不上事情的一個人 OK 什麼都會說 很捨的 很捨的 嗯 有些東西收起來 就G 嗯 哦 你看看 John John Watson 你下次跟你女朋友 你女朋友這樣說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要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不要害羞 你看看他會給你什麼反應 但是真的有可能有時候 搞GET搞得好的話 明明會生氣的事都變不生氣 嗯 有些人是這樣 但這件事很極端 嗯 我也覺得搞得好 就不生氣 搞得不好 那就生氣上家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很難拿捏的 我覺得這也是那些兵行險著 你去到最後 你覺得 我這次搞不定的話 我可能今晚都會按鈎 是 去到一個白熱化階段 你就嘗試一下搞GET 嗯 我自己是 那當然也要你自己心情是好 或者你自己是覺得想挽救這件事 我自己是覺得 嗯 建議搞GET的 是的 無論你搞不搞也好 你不搞GET 你今晚怎樣都會說夠的 你搞GET有可能可以翻身 若然GET不好笑 那頂多都是跟原本差不多 那這個GET就好像做內科手術那樣 是超執刀的 你最好就 最好要小心 代多幾個GET出街 但是都試過就是 無論你搞GET有多好也好 總之那一刻在生氣 他就跟你說 我生氣了 那你還在說笑嗎 我這個語氣是完美copy 是 自己 真是可憐他們發一些問題給我 而我是完全 給不到一個正常的答案 但沒辦法 拍拖就是這樣 沒錯 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這個是HOW RAN 0408 PUBG不給槍 女朋友就生氣了 你有沒有玩過 我玩過 但我不會生氣 因為我很厲害 哇 那你威威 那你會不會給槍的男朋友 我會的 但如果我不給槍 他就會生氣我 我就會 我就會 把槍不給鏡子 會不會生氣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 PUBG 那你有沒有打機罵過 有 為什麼 玩Switch的那個 叫做什麼 分手廚房 因為 因為 本身這遊戲 不是 本身這遊戲是OK的 因為它OK就是OK 在你無論什麼人玩都會吵架 是啊 就不只是情侶 都還好 我又覺得不太影響感情的 你有沒有玩過 Moving Out Moving Out 我也有玩過 也是一定會吵架 都OK的 沒有吵架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在Overcoat裡面 我覺得它是偏重過策略的 然後去到Moving Out的時候 我覺得會跟那個按手掣有關 如果我是一個操作得比較差的人 那比較壞的人就是我 所以我就 就沒有吵架 OK 因為那個壞的人是我 那有一點點建議大家 既然是這樣的話 玩遊戲 跟女朋友一起玩 你不想吵架 你控制到自己的脾氣的話 你就玩一隻他不厲害的遊戲 沒錯 如果不是你就會被人不屌死 上次 我對上次跟Rock哥 我跟Ken 跟Roy Sir 跟 做什麼 跟我 糟了 我在這個時候忘記 不就是Rock哥 跟著還有下路就是Hana打LL 那我感覺到 因為其實Hana 我看得出來她是很厲害的 打LL 但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玩完Season 2就沒有再玩的人 那我那次就過去蹬腳 我隔著Discord 我都感覺到她忍著自己不屌 我喝得多辛苦 那種感覺 因為 根據我平時聽Ken說 Hana她是 都會屌咬人 但她那次沒有屌咬我 我就覺得她真的很辛苦 但會是一個好女朋友 看來 讚你Hana 好 這個就是Katy KatyLine 0206 男朋友不停地說自己喜歡的聲優 還說為什麼我不是她 我覺得是死罪來的 分啊 分得 為什麼 你自己喜歡的聲優 如果有一天是這樣 我出街的時候 在我貼那個聲優的面具 在臉上 然後一看到她說 我們分手 好 你不是啊 我覺得你的驚喜準備得不錯 我覺得你懂得做驚喜 神經病 不行 因為那把聲優不是她 男朋友說 我真的敲了頭 而且日本的聲優好像都要有樣子 嗯 我覺得她們很多都挺美女 OK 那這個會是一個問題 但我始終都覺得這件事是低能的 如果你是女兒 我建議 Katy 我建議你怎麼報復 你直接就說喜歡哪個AV男優 啊 是啊 你直接說喜歡哪個AV男優 沒錯 為什麼你不是她 看看她什麼感覺 嗯 我覺得不錯 這個辦法 真是神經病 我都不會不停 因為我是 我不可以說很追星 但是我是追星的 你應該都看到 嗯 但是如果有這個女朋友 我一定不會拿出來給 是不是傻瓜 我覺得最壞的那句話是 為什麼 怎麼說 那個女朋友為什麼不是她 不是她 是啊 你回答她 我是她 我是她 在我旁邊的就不是你 你跟她說 是啊 這個真的是 建議分手 對不起 又或者不分 不好 好 我也建議分手 哈哈 好 接著就是Ericsson 他是跳舞老師來的 他是 對方發夢見到你出軌 然後他醒了 就打醒這個夢中的你 就生氣了 即是他 你兩個一起睡覺 他發夢見到你出軌 然後你還沒睡醒 我真的被我以前的男朋友這樣打過 他真的打下去 一下子打下去 然後打中我的眼睛 不痛 但是他就是 就是兩個人躺在那裡 然後他就突然間 一整天騙東西抽 是啊 打到我的眼睛 但是他沒有瞄準打的 應該是沒有吧 不知道 總之他打到我的眼睛 完全是搞不定 是啊 但是就算閉著眼 打中的眼睛 都是那種 好像被人挖 對眼的眼球 那樣的感覺 很痛 接著我就坐起來很生氣 但是你很生氣的時候 你還沒知道什麼事 是啊 接著很生氣 不是 坐起來 然後我就說 做什麼 然後他告訴我 然後我就生氣了 嗯嗯 都是的 你知道什麼事 會更生氣 如果他不小心打到 我都沒有什麼 我 我 我曾經試過有兩次這樣的經驗 啊 嗯 首先我自己 小時候 一次是我的姑媽 嗯嗯 一次是我當時期的女朋友 啊 兩次的原因竟然是一樣 就不是說 夢見有什麼分子 出軌之類的 嗯 我小時候跟我姑媽一起睡 嗯 這件事我很記得 因為真的 哎 打到他很傷 啊 哦 小時候 我純粹是在做夢 嗯嗯 我在一個競技場裡面 嗯嗯 和那隻獅子對打 啊 那時候 萬聖節 那時候 然後床邊呢 我姑媽就很好人 她放了一個南瓜 的膠製 半透明膠製的南瓜盒裡面 有很多棉花糖 嗯嗯 有很多棉花糖 嗯 那我在一個夢裡面 就跟她的獅子搏鬥 真是 審命相搏 嗯 接著 我醒的時候呢 我是拿著那個南瓜一棉 不斷的 我姑媽的頭 啊 這個是 小時候發生過一件事 還要是 因為很慘 你的夢境裡面 和你真的醒了呢 你還未搞得清啊 嗯嗯 所以到我有意識 是醒了的時候呢 我都哄多了三四下 依然是 我那時候也試過 我手受傷了的時候呢 戴著繃帶 跟著那個繃帶還未黏住 跟著有少少這樣跌下來 跟著我做夢 又不知為什麼 好像這樣 然後我就做夢 夢見很多蝴蝶在那撲面而來 跟著我一醒 還看到那個 跟著還是很害怕 就是我一明白那種 醒了還在夢裡面的感覺 是啊是啊 還有 如果反過來 是個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生氣 我真的覺得那一刻是正常 嗯 因為對於她來說 這件事是剛剛發生了 哦 就是對於她來說 這件事是 就是至少是醒了 那十多分鐘裡面 嗯 至少這件事 對她來說真的發生了 嗯 她自己還未搞得清 嗯 因為正常來說 我真的建議 如果發生這樣的事呢 嗯 又不用一路分手的 就是發生這樣的事 大家就嘗試 不說話 又或者分開一個地方 一個出房一個出廳 嗯 可能冷靜一個十五分鐘 嗯 我真的覺得這樣會好一點 因為 沒有辦法的 嗯 你會明白的就是 對於她來說 她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 嗯 嗯 一起來就看到一個仇人 嗯 嗯 所以就沒辦法 女朋友那次 嗯 嗯 那時候的女朋友 嗯 是你被人 我也是我打中她 哦 有蠅蠅在那裡生氣 然後就很精準的 啪 蛤 會不會是頭髮那些 有那種神體的感覺 其實有機會是這樣 但是都 但是都按鈎 那些是按鈎 之後是她生氣 是啊 會生氣 是啊 對方生氣了你就生氣 這樣就可以 魔法打敗魔法 是嗎 我也不知道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錯誤示範 但是 但是真的 我見過網上有人這樣建議 好看人的 我也是 這樣玩法可以直接分手 是啊 生氣來生氣去 這樣沒有一個盡頭的 我生氣他 其實可以不可以 阿Daniel你自己覺得呢 即當你生氣他的時候 他生氣你 你那一刻是收手 嗯 還是生氣他生氣你呢 即是生氣你生氣他呢 即是你那一刻是 跟著他又生氣你生氣他生氣他 是的 跟著生氣了百多個循環之後沒事 是不是這樣呢 真的 我自己就覺得 唉 即是若然真的要分手 不是 若然真的要拍拖 那盡量 避得開一些麻煩就盡量避 是的 算得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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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知道 魔法和魔法究竟是哪個魔法會贏呢 你始終都要有一邊的魔法是更厲害的 即是你不會互相抵消的 真是 戰場 Daniel每天都在身處在這個戰場 真的 祝你身身健康 好 好 接著這個正 靚靚靚 靚 你見過了 這個不陌生 這個IG 就是木木 是 如宇宙的那個木木 那就 還要說 大家都知道他男朋友是誰 這就糟糕了 還要說了大概三個 他生氣他男朋友的情況 那我都 看一看之後 有兩個情況 有兩個情況 有一個情況 覺得你男朋友都挺可憐 有一個情況 我中立 有另一個情況 那你男朋友真是壞 OK 那第一個情況 就是他說 他說 給我任打五分鐘 但是第一下就已經痛到死了 然後我生氣了 我見過 姜靈羅 被木木踢的時候 聽說痛很久 因為我第一次見 木木這個人 就已經是一個Party的場合 那時候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喝醉了 那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給我踢一腳 那我本人就覺得 我當時是不好的 那我本人覺得 都叫做有學過一下泰拳 都被人踢過一下 那對方又好像一個 即是說你是一個訓練有數的沙包 對 類似這樣 又未去到訓練有數的沙包 但是平時被男人踢開 那其實有個女孩子 小小粒粒的 就踢你一腳 好 好 誰知道他 誰知道他轉腰是轉得很漂亮的 就是腳踮跨 一個踮跨 一踢跨 一踢跨就啪了 我是馬上抱著大腿 跟他說 你下次再踢我就封 即是我會擋 我下次再踢我就會封 的程度 默默踢人 很難痛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雖然是一個運動健將 但是 他看起來不像一個抗打的身形 雖然是一個運動健將 那這一腳呢 其實是否合格和不合格的 那一踢如果不痛 那就是合格的沙包 一踢不合格沙包 即是會痛就不合格沙包 他踢的漂亮度已經變成一個評分基準 不是一個沙包 是一踢 這腳漂亮 好漂亮 我也覺得 我是在場觀看者 任何沙包 除非你打開比賽 可能霍哥沒事的 我不知道 除非你打開比賽 如果不是你被他這樣一腳鞭 痛死 你男朋友向死是正常的 然後你生氣了 你不對 你不應該踢你男朋友 神經病 好第二個 就是他說我不做家務 那這個我自己覺得很斟酌 那你平時的家務分佈是怎樣 那我就覺得 因為這麼巧 這麼巧 我是一個很喜歡做家務的人 那所以 通常的事情 我覺得我自己撿好了 那別人撿反而更加壞 我怕你撿了那些東西 放在一個不想放在他的位 因為你看我的東西 都算放得很整齊 因為我是會喜歡一些整齊的人 那如果有人幫我 你是什麼星座 我是人馬 但是 但是我是人馬座 我記得了 是 因為本身 本身不是說人馬座開過生日派對 誰知道我就生病到現在 原來是這樣 然後 所以 我又不會喜歡叫人做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我很喜歡燙衣 就是一般的家務 我洗碗會有那些治癒感 就是當然 如果你說 你打完那邊爐叫我洗爐 我很傷心的 為什麼 很難洗 打邊爐的爐 打邊爐的爐 是不是黏底的 黏底的 那些湯黏在底裡 你打邊爐 你不如預算那筆錢 你少買幾塊肉 整個桌就扔掉了 然後 但是如果一般的洗碗 其實我挺享受的 我挺喜歡洗潔精 洗乾淨的感覺 還有燙衣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自己就不是很 懂得到 別人不做家務的那種痛楚 你自己呢 我呢 我跟男朋友一起住 就會 怎麼說呢 我們會分工好的 就是 住之前就已經說好 之後要分工好了 一個煮飯 一個洗碗 那就會有時候 一個煮飯 一個洗碗 分開 但是有時候 可能我下班 或者他做完事 太累的情況 可能 互相體諒一下 做小一日 不用死 但是有時候 我都會發一下他脾氣的 不過 都會做的 我覺得 互相諒解一下 既然都一起住 一起住 是不是 是啊 要不然很辛苦的 要不然快點分手 嗯 好 接著 第三個 這個呢 我覺得 你男朋友不對 就是 跟我說 該死 嗯 我某程度上 我真的覺得 一個男朋友 在任何情況之下 都不能夠說 該死的 嗯 除非那樣東西 是純粹開玩笑 嗯 或者他們相處的模式 是這樣 是啊 如果不是 正常發生很多情況 都不應該說該死的 嗯 所以 你男朋友該死 嗯 沒錯 男朋友該死 他男朋友認識我們 嗯 嗯 接著就Wuby Tan 1218 叫他十幾二十次都不醒 那他叫Wuby 那就應該他是女生了 整個男朋友叫不醒 所以他生氣了 嗯 你拍拖的情況是怎樣的 關於睡眠 睡眠 嗯 都有叫不醒的 但是叫不醒 我就不會生氣 我就會自己做自己的事了 除非說那一天我們約好一起去海洋公園 或者去動物園 是 接著說好了十一點就要醒 但是他醒也不醒 搞到這個行程要cancel 那我就可能很生氣了 因為有時候 嗯 太累了 你那邊是男朋友通常比較睡到 比較睡得 嗯嗯 因為有時候是女朋友比較睡得的 就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就 但是我自己又比較睡得的 嗯 但是呢 這件事很看人的 我也覺得是 如果通常 如果對面那個比你更加睡得 嗯 你就是生氣那個 是啊 而如果對面那個 他一鬧鐘一醒 你為什麼還不醒啊 那他就是會生氣那個 沒錯 看一下其實是哪一個 比較睡得的 嗯嗯嗯 Wuby 我有個建議的 就是也有些經驗 嗯 就是 你 嘗試一下賴床 哪一勁啊 嗯 是的 就是 無論是做什麼都好 總之呢 就搞到那個時間 一塌糊塗 他就開始會反思的了 嗯 就是他 如果真的睡不著呢 是不是假裝睡了 睡不著 你這個床 按電話 啊 我就是賴床 我就是不離開床 嗯嗯 你讓他feel一下 啊 到底 為什麼 你會這麼生氣 是嗎 你會搞到他的 日常生活 嗯 哦 以奇人之 是啊 還回奇人之身 是啊 你就給他 拿回平衡 讓他知道 沒有的了 嗯 嗯 我們就是吃不切這餐的了 哈哈 給他一點麻煩 總之就是這樣 沒錯 那這個就 不show名的 這 以下 以下下來都是一些不show名的 早上叫他起床 那這個就算了 那這個剛剛說了 那這個剛剛說了 早上叫他起床 被他生氣了 哦 是呀 被他女朋友生氣了 這個 反過來都是 嗯 你嘗試試一下真的不要叫 嗯 除非你們說你那天去結婚 啊 不是你去結婚都可以 不要起床 是啊 不要起床 哈哈 什麼 我有一點點 哦 但是這些算 這些算很少 女生有些show 對 女生有些show 但是女生的show 我聽說是大著大著就沒有了 沒有 還有 因為傳說中這些叫漢毛 嗯 漢毛 然後 我以前 我不知道你幾歲 因為如果漢毛多到是 嗯 明顯的話好像應該是中學階段 哦 是啊 我可能已經 掉了 可能現在總之一輩子都是這樣 一輩子都是這樣 OK 但是怎樣 你是會去剃的 有時候剃 有時候不剃 用 用什麼show 用刮眉毛的那些 哦 我想說 by the way 真的只是分享一下 沒有關係 我以前是用剃刀剃刀的 嗯 就是那些刀片 刀片那些 因為我小時候看過一套 美國電影 忘記了哪套 裡面就是有個鬼仔 就說 真男人是會用剃刀剃刀剃刀 嗯 我也覺得很帥 因為每日 它有個意思的 就是不只是動作想贏 嗯 因為每日一起來你就會拿刀片對著自己的頸 哦 我小時候看完那個東西之後 我就覺得帥 嗯 買剃刀刀 真的最非常弱 嗯 但是每日就會失去 就這樣 嗯 有時候是到人家裡拍影 嗯 然後我一直拍 我一直停留 平定 своих 然後就是 然後我發覺 我剛才發現它不進行 你臨做事之前看 那一刻就是最美 你偏偏就是 照片心間我其實就整個 然後我有買了電動 聚刀剃刀 哦 接著我就說服自己 現在是用電鋸對著自己的頸 我是這樣說服自己的 現在我就很開心 一天天天天都是三四次數 看來電鋸是比刀好 對 但對某些人來說就不是 因為我經常都認不住用刀片是最最最最乾淨的 因為連個斑也刮走 對 連個斑也刮 一斤的時候反而弄傷了你的皮 是的 叫做 無狼之類的 但是沒有 我現在用完電之後 我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電的鬚跑現在科技都發展得很蓬勃 其實都很貼的 雖然吉列不斷被剃鬚刀 但是對不起 我開始尊重電鬚跑 好 做都是不開名 做的時候 雞眼不小心弄到男朋友馬上生氣 雞眼? 雞眼 雞眼通常是一種皮膚疾病 通常是 手指那些嗎? 手指那些 還是腳 通常是在腳上出現的 會不會太神奇? 這位師姐 做的時候 會不會傳染 應該不會傳染 這樣不用生氣的 對 一生氣到走 等等 你的雞眼睛弄到哪裡 哦 是不是腳 是 哦 是不是用腳的時候 那本身就不要玩這些 如果你本身有雞眼就 不過我也覺得 男朋友不應該走 如果我是男朋友 我就不會走 所以你不要傷心 下一個 下一個更加好 都建議分手 有雞眼又走 他太小器了 對 他掩著傷口 還是掩著患處 他弄傷了 神經病 我覺得你男朋友很弱智 放他走 還是你男朋友 第一次見雞眼 雞眼是怎麼可以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走路走得太多 我也不知道 那真的不應該怪你 嗯 我們拍了 又半個小時 聊聊聊 聊聊聊 那幾天 可能 好 接著就是我男朋友買鞋 不存錢去旅行 怒不怒? 好 這個是他自己的消費的選擇 我可以自己去 或者我跟朋友去 OK 因為我都很享受自己一個人 啊 因為我也想叫你體諒一下 因為我也是一個都很喜歡買鞋的人 有時候 因為是這樣的 除非他說沒有錢 然後買了十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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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我想說 嗯 你買少了兩雙鞋 是不會令你去到旅行的 嗯 你那筆錢你不夠就怎樣都不夠了 是啊 我也覺得是 還有他這樣 他是一個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的人 所以我覺得不用生氣的 不建議分手 不建議分手 建議儲一點錢 先去 也許去旅行買 嗯 是 之後 這個也挺瘋的 我男朋友嫌我有甲甲底毛 他說見到扯不起 我生氣他 明明就是他自己的問題 哦 我也有甲甲底毛 我建議分手 ok 對 我也覺得有看毛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所以 雖然說現在普遍流行要去剃毛 撮毛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因為這樣而嫌棄女朋友 嗯 但是他嫌棄他不是 你明白嗎 扯不起嗎 他看到扯不起 那麼 他又不是 他沒有選擇地嫌棄的 啊 你明白嗎 他不是可以這樣 那 我明白了 我們可以買一些情趣衫 然後只是有一個薄薄的遮住 這樣就見不到那個甲甲底毛 但是又可以見到應該見到的地方 那為何不去選擇剃掉它呢 因為你是想保留甲甲底毛還是怎樣呢 嗯 我都不知道啊 但是可能好像我這麼難的人呢 就覺得剃甲甲底毛很累 即是你不是想保留它 你純粹覺得累 是啊 覺得難 但是你有穿泳衣的時候嗎 有啊 那就一定要剃 那我就算極難也剃 好像那些極想賴床 但是都要起床的東西 是張床的啊 躺著後剃 為什麼啊 為什麼要剃毛啊 OMG 原來是這樣 我現在才知道啊 原來甲甲底毛是 那麼多女生都會有的 我不知道啊 可能很多女生沒有 只不過是我太懶 然後又不肯去做那些永久脫毛吧 永久脫毛不永久的 我也覺得是 根本就是你不斷要去嘟嘟嘟嘟的 是啊 我也聽過 其實很白癡 你永久給錢脫毛 然後很痛 是啊 是啊 打過那一刻 我有一次啊 我有一次為了拍片 嗯嗯 我走了去脫毛 我沒有什麼毛要脫的嘛 就是你 你有沒有脫過這裡的毛啊 脫過一遍 因為很痛的 痛到蝦 我也覺得很痛嘛 痛到蝦迷 是啊 我 我 但是呢 我是 因為我 他那裡有說明 你是可以脫穿毛的 可以的 但是問題就是我Youtube要拍片 我拍不到嘛 我走了去脫黎毛 啊 哇 很痛啊 但是黎毛沒有笑啊 黎毛沒有感覺的 啊 這樣啊 這毛原來是沒有感覺的 為什麼呢 但是我之後也沒有繼續去脫下 那現在這些毛又生出來了 嗯 是啊 我也覺得會生出來了 我們這個Podcast到底在說什麼 神經病 那你給什麼建議這個女朋友也好啊 嗯 就是穿一些遮蓋底毛的衣服嗎 啊 是啊 這樣 這樣遮蓋著一些情趣衣服 可以試一下 有什麼 降落山書包那些 有什麼是會這樣遮蓋著 有什麼情趣衣服遮蓋底的 嗯 有的嗎 或者是 或者是用膠紙貼一貼 或者是給它新鮮感 有沒有試過戒坑呢 可能有點難做 然後 染發 你試一下染染它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衝擊感 可能你不用突然之間很興奮 啊 紅色假的 你沒有啊 很性感啊 我又 OK 看 雙手很冷 握我的 蛤 很壞啊 很冷啊 你怎麼看這件事 雙手很冷的時候 啊 拿那個暖手 當暖手 是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那一刻會不會生氣啊 不生氣 但是真的好冷的 因為真的好冷 我也試過在別人的手很冷的時候 別人摸我 我那一刻覺得 嘩 好冷啊 師兄 我知道了 下次你的手很冷的時候 你就一下子握到袋子那裡 沒用的 對不起 對不起 身為一個男爵告訴你 沒用的 袋子是不怕冷的 我聽說冷了 它是不會暑不起身的 它不會暑不起身 蛤 暑不起身 這樣的啊 什麼啊 你剛才不是有說過關於冰火的事嗎 冰夠冷啊 是啊 不是啊 不關事 很想外寒的男人的春袋 是很想外寒的 我感覺到如果你上雪山 你一身包著 只是露個袋子出來 都不會冬傷 會縮 但是不會冬傷 有沒有人去實渣 不是 屌 這些東西像是我又會做的事 但是很噩糕 但是這個報仇方法 無用無用無用 很耐寒 原來是這樣 可以怎樣算好呢 你自己是OK的 如果你男朋友這樣做 嗯 嗯 因為我想起我自己呢 如果有人很冷的手碰來 我那一刻都會有一點 又不可以說生氣的 嗯 有一點點覺得 你都明知道這下 這下得理爽的 為什麼你還要拿下來 就是這樣的感覺 嗯 但是我 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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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又不生氣 但是他又說抵生 好 接著 最下面 嗯 最下一個了 本日 哦 拒絕我的毒龍鑽 毒龍鑽 是不是就是去奶那個 屁動 毒花 是的 啊 就是一個男朋友 拒絕你的毒龍鑽 嗯 嗯 可能他怕醜的 是 你跟他說 不用怕醜的 接著呢 將他五花帶綁 綁得好像一隻蟹一樣 OMG 我 我真是想說 其實 毒龍鑽是真的 挺怕醜的 我覺得 我也覺得 很怕醜 你一個男人 換穿是女人 也挺怕醜的 是啊 何必呢 如果 他不想的 我就建議 嗯 你做小程度 心理輔導 如果他行不行就算了 還有呢 我覺得 一個人 他的羞恥心 會不會是因為人家看到我的樣子呢 如果你綁著他 然後呢 拿個皮蒙著他的樣子 然後 令他覺得他 整個身體只剩下菊花 可以讓你看到的時候 你就毒龍鑽他 他會不會減低他的羞恥心呢 我估計 未必 反而會增加他的羞恥心 是啊 他現在 會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代表 對方只會重點 Focus你的菊花 啊 OMG 你 我這次找你來是正確的 你的觀點很厲害 他的觀點是 你男朋友不肯毒龍鑽你綁著他 神經病 這是一種解決方法來的 你可以嘗試一下 不要啊 神經病 我剛才忘記了說 一開始 其實我還 在討論他D卡 就看到一個情境 這裏我拿來講一講 男朋友一直大便 所以分手了 蛤 男友太愛大便 每次有急事找他 不是在柯市 就是在去柯市 嗯 每次都要大概 每天都要大概四五次 嗯 每次都超久 那我覺得其實他也挺慘的 那他是不是腸胃有問題 他一定是 但是他已經不用做任何事情了 但是我會覺得會不會都是騙他 會不會像那些美女說洗澡那樣 那些聊天 你再做什麼 然後那個女人回答 我去洗澡 然後就不用回覆了 然後第二次又問你再做什麼 去洗澡 原來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有可能 聽完她怎麼說 每次 每次快要出門的時候就要去柯市 在外面一陣子就說 肚痛要回家去柯市 看風景看 背後要柯市 為什麼這麼像那些電影裡面那些呢 又拍拖兩個女朋友 接著約在同一個地點 Date 接著就說 啊 我很急事啊 接著又去那邊 接著又去拍拖 拍十分鐘 啊 我很急事啊 不是啊 Kinky小姐 你的腦內劇場有不少東西的 我發覺可以 任何情況都可以想到 她是借屎凳 啊 繼續 她說我受傷一跌低 她過來扶我 接我 她就說要去柯市 啊 接下來要做愛了 她又說肚痛 雖然一開始又覺得不是她錯 肚痛這些是沒有人想的 但是時間一久了 那天超煩 每一次有急事找她 她就要柯市 還會 還會直接停在一個路上面 不動得 很煩 有夠煩人啊 她說 但是她的醫生又不去 人類生病就應該去看醫生 那索勝就直接分手了 真是很難煩 我也覺得應該去看醫生 她有補小弟的 她說更新 雖然明面上呢 就是說因為大便所以分手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是 我也有研究過 還有買一些益生菌給她吃 都陪她去看醫生 但是她每次之後過一下 之後又不夠持續治療改善 我為了她切水果 又煮青菜給她吃 但是她總是要吃雞腿 還有雞扒 吃雞和雞扒比較容易 不知道 會不會是未煮熟 她想要瘋了 而且她是那些肚痛 就沒辦法走路的類型 我就要停在原地那裡等她 這樣拍拖已經拍了三年了 但是肚痛就沒辦法走路 接著你要這樣躲起 躲起她 要躲起她 我實在不敢想像 未來如果哪一天 我洋水穿了的時候 她跟她說 等一下我要去柯市 我覺得這個就 我覺得OK的 這個 但是如果她男朋友 不是什麼藉口呢 如果真的是一些 生理情況 你覺得會不會 我覺得比你男朋友 癌症末期 我覺得真的需要看醫生 但是她又不肯堅持看醫生 所以你就覺得她有鬼了 但是她不肯堅持看醫生 都是一個壞的小朋友 你應該 綁住她 哈哈 堅持一律一律方法 綁住她 神經病 好啦 那今天呢 就 什麼事 不是 所有方法都是 請問你有沒有帶醒出街 其實不用帶醒出街 什麼都可以做綁住人的用途 那些皮帶 或者是電線 連那個袋那個 斜背袋那個 都可以綁人的 我 我將來 我將來找一集 叫你出來 用斜背袋綁人 我真的真的真的 你用過任何 你認為可以綁人的道具 就麻煩你 拿來綁一綁 OK 多謝KinKi 今天過來 好 神經病 第一集都說過這樣的 好啦 下次再見 逢星期五晚 都會有一個節目 做給大家聽著來睡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就記得訂閱 subscribe follow她的IG 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Bye Bye